行政院会间通过年金改革相关法案 劳保公保给付基准的平均投保薪资 将拉长到最多12年 另外除了高职以下的教师 调整教育人员月退休金起之年龄 逐步延长为90制 劳委会主委潘世伟表示改革之后 劳保和军公教退府拉近差距 但是退休金的部分因为结构上问题 两者要拉近有困难 未来会努力提高劳工所得替代率 行政院公布年金改革方案 将原定劳保公保和教育人员 退附基金的计算基准 从15年改为最高12年 部分劳工的劳保年金 渴望多领一些 但是比起现行的计算基准5年 还是大幅缩水 预计下修后劳保基金 可维持30年不会倒 而军职人员的退休给付基准 从现行最后再职奉领 改采本街最后3年平均奉额 全部一致拉平 那基本上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度 但是至少我们做到的就是说 相对的彼此之间 可以比较比过去来讲的话 在这次改革里面 把他的差距比较拉近 劳委会主委潘世伟说 改革后劳保和军公教退附 之间的差距拉近 但是退休金的部分 因为结构上的问题 两者要拉平有困难 未来会努力提高劳工所得替代率 并且鼓励劳工自提6%退休金 另外也调整教育人员 月退休金起之年龄 逐步延长为90制 幼儿园高中以下校长教师 维持适用八五制 未合理化公平化 也避免污名化 国防部也增列领有退休凤的退休军人 在任公职或财团法人 公营企业等委任职务达一职等以上 都要停止请领月退缝 及不得享有优惠存款 行政院年金改革定案 同一天也通过公投法 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员法 列入不在即投票修正条文 但是能不能顺利上路 还带送立法院审议 记者王岐路 陈信龙 台北报道